第十三章 不定罪的礼物 请假一两天很正常 但是那天 当我在家里祷告时 神让我想起了这个女孩 我经常会为我的学生祷告 但通常都是为整体祷告 而不是为单一某个学生 这次有如此特定的感动 我知道是神带领我为这个女孩祷告 所以我祷告 求耶稣的保血遮盖她 虽然当时我对耶稣保血的了解有限 但至少我知道耶稣的保血能带来保护 所以我就如此为她祷告 几天过去了 小女孩还是没来上课 之后她的名字与照片出现在新闻上 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她的事 我的学生被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 林宝龙绑架了 林宝龙拜邪教 他绑架小孩 把小孩杀了 献给他所拜的偶像 出乎大家意料的 这个杀人魔竟然把这个女孩给放了 当媒体访问小女孩时 她说她被带到一个叠满箱的小房间里 房间非常昏暗 当她可以看到林宝龙正在以某种仪式 祭拜偶像 突然间她转头瞪着小女孩 并嫌恶地说 她的神不要她 之后她就被释放了 她是林宝龙释放的唯一人质 其他被绑架的孩子都被残忍地谋杀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知道是神保护了她 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拥有这个女孩 因为她是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 今天这女孩已经长大 有着美好的婚姻和可爱的孩子 赞美主 宝血保护你 不被定罪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耶稣的宝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或宝血为什么能提供保护 我只是单纯地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所有的东西 我不反对基督徒运用耶稣宝血来得到保护 但如今我对他的宝血有了更深的认识 你知道耶稣在他被迈的那一夜 关于他的宝血 他说了些什么 在最后的晚餐时 耶稣手中举几杯 是否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能得保护 不是 他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他流出宝血 是为了叫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 耶稣的宝血能带来保护吗 当然可以 虽然他的宝血能保护我们不受魔鬼的攻击 但这却不是耶稣流血主要的原因 知道自己受到保护不被定罪 能让你有能力胜过那些捆绑你的罪 瘾或忧郁 亲爱的朋友 救主流出宝血的主要目的 是要我们罪得赦免 这代表耶稣的宝血 同样也能保护我们免于任何定罪 当你得着这启示 知道耶稣的宝血使你称义 而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 你就会受到保护 不被控告者的定罪袭击 明白这一点极为重要 因为这会让你有信心 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 并看见他是慈爱的天赋 同时 这也能让你有能力 胜过那些捆绑你的罪 瘾或忧郁 我在定罪中的挣扎 我真希望以前就有人跟我分享这个启示 我曾经经历极大的折磨 认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 我的定罪感 以及相信自己已经亵渎了圣灵 这些都处于控告者 那是我生命中非常糟糕的一段经历 而我所接受到的所有教导 一点也没帮上忙 今天我明白基督徒 不可能会犯下不得赦免的罪 持续不断拒绝耶稣基督的罪 所以 若你是基督徒 你已经接受耶稣 你不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 但是当时的我 只是个一点也不了解 恩典信约的年轻人 没有得到启示 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公义 也完全不明白 耶稣保学的主要功能 没有这些真理 我活在极大的欺骗中 因为我对神和圣灵 有不好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 自己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 已经亵渎了圣灵 罪就感和定罪不断轰炸我 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这些定罪全都来自于魔鬼 控告者将这些对神负面的念头 放在我脑中 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抵挡他 所以我认为 这些想法都是出于自己 也因为这些负面的想法 使我接受了魔鬼的谎言 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神 在我身上有美好的呼召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当时真的相信 我可能连天堂都进不了 因为我已经犯了 不得赦免的罪 在被定罪感淹没的情况下 我寻求神的仆人为我祷告 希望他能帮助我 从恐惧与压制中得释放 这位神的仆人 就是波西牧师 他当时管理了新加坡 一所著名的神学院 波西按手在我身上 为我祷告 即使到现在 我还清楚记得 他操着纽西兰的口音 对我说 约瑟 我在灵里看见你 我看见你 对成千上万人讲道 当时的我 只是个高中生 要我站在别人面前演说 绝对会结巴 我以前有个非常残忍的老师 经常点名 要我在全班面前朗读课文 当我站起来朗读时 所有女生都会开口时笑我 因为我结巴又口吃 要好好读完 一个句子都很难 我常常满脸通红 耳朵发热 这些确实是痛苦的回忆 所以当我请波西为我祷告 使我得释放 结果他却发预言 说我会对成千上万人讲道 真是吓坏我了 2004年 波西拜访我们的教会 亲眼看见教会 因着神的恩典有极大的增长 聚会结束后 我们终于有机会交谈 他眼睛充满泪水 说预言成就了 他还记得当年为我 这个在压制与定罪中 挣扎的青少年所做的祷告 荣耀归给耶稣 亲爱的朋友 我完全了解 被控告者的罪纠感 与定罪压制是什么感受 他今天仍然用同样的策略 攻击基督徒 无论任何情况 魔鬼都可以找出理由 让你充满罪纠感 他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父亲 好的供应者 好员工或好老板 他甚至让你连生病都有罪纠感 顺道一提 基督徒永远不该因为生病 而有罪纠感 我们千万要小心 别在教会里创造出一种文化 让大家以为 若是与神同行 就永远不会生病 生病不代表你犯了罪 或是神在教导你什么不功可 生病就只代表你的医治快要来到了 当耶稣和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门徒问耶稣这人生来瞎眼 是因为他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耶稣回答都不是 他继续说我是世界的光 之后便让这瞎眼的看见了 我真爱耶稣的行事作风 亲爱的朋友 当问题出现时解决它 不要问是谁造成的问题 不要问这是不是你爸爸的错 爷爷的错 或是曾祖父的错 不 让我们学会用耶稣的方法来处理事情 当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时 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 然后便医治男人 所以千万别中魔鬼的鸡 让你因为生病而产生罪纠感 罪纠感才会让你继续病炎炎 消除生命中所有的定罪 魔鬼比许多心理学家 心理医生更聪明 因为他处理的不是表面的问题 他不会因为表面的小细节而分心 你知道魔鬼的名字是什么吗 他的名字不是谋杀者 虽然他喜欢杀害 他也不是小偷 虽然他喜欢偷窃 他也不是毁灭者 虽然他喜欢毁坏 他的名字是撒旦 在西伯来文中 撒旦里的意思是控告者 他是控告你的 控告者不会说你的优点 他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针对你所有的失败来控告你 他会挖出你所有肮脏的过去 用许多证据来证明你的失败 当我们还在努力处理压力 与恐惧的问题时 魔鬼直接深入根源 并且用律法将一堆罪疚感与定罪加在你身上 他知道 只要你在定罪之下 恐惧 压力 与各样的疾病 便会随之而来 所以他直接命中要害 只要你在定罪之下 恐惧 压力 与各样的疾病 便会随之而来 那么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摧毁定罪的根源 将它从生命中连根拔出 当你听见控告者的声音时 就要提醒自己 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魔鬼定你什么罪 事实就是 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而留 赦免你所有的罪 不管是什么罪 不管魔鬼丢给你什么样的罪就敢于定罪 耶稣的宝血已将一切都挪去 难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会说 凡为攻击你而造的兵器 必无效用 魔鬼用来攻击你的武器是什么 我们已经学过了 就是律法 魔鬼用律法定基督徒的罪 要他们看到自己如何亏缺神的荣耀 但神的话语说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为有罪 魔鬼用他的舌头 对你说出充满追究感与定罪的话 但因着耶稣的宝血 你拥有权柄与能力 能捕倒任何攻击你的话 不定罪的礼物 牧师 若基督徒知道他们不会被定罪 不会开始放纵自己去犯罪吗 很明显的 耶稣并不这么认为 你还记得耶稣对那行淫的妇人说了什么吗 耶稣就直起邀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约翰福音八章十到十一节 仔细注意这个 耶稣先给了他不定罪的礼物 之后才告诉他 不要再犯罪 但是 今日的教会却说 你先不要犯罪 等做到了之后 我们才不定你的罪 这就是大家不想见教会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叛逆 抵挡耶稣 而是没有人让他们认识真正的耶稣 耶稣会给充满最纠感的罪人 不定罪 这份礼物 教会经常做的 就是让非信徒看到基督信仰 只是一连串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 只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审判与定罪 如果你在非信徒中调查 问他们认识基督信仰到底如何 大部分的人所熟悉的只有实践 他们只知道叫死 人叫人死的律法 却不认识带来生命的神 但是亲爱的朋友 如果基督信仰就是一套律法 那就与其他宗教信仰没有分别了 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有一套道德律法 但唯有基督信仰 有救助赦罪的保血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若没有流血 罪就不能得到赦免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保血之上的一份关系 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他也替我们完成了我们当手的律法 就连耶稣自己也反对律法主义 耶稣强烈谴责 言辞都是针对宗教化的法利塞人 而不是对罪人说的 我挑战你在圣经里找找 看看耶稣有没有称 税吏或妓女是毒蛇的种类 让我们再回到行淫妇人的故事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这女人有罪吗 毫无疑问 她绝对有罪 圣经告诉我们她是正行淫使被抓到的 但耶稣并没有按照摩西律法定她的罪 用石头打死她 摩西律法总是执行定罪与死刑 不可能拯救罪人 反而向她显出恩典 赐给她不定罪的礼物 耶稣相信 当人真正得着启示 知道神不再定他们的罪时 他们便有能力脱离犯罪的循环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领受了不定罪的礼物之后 会回去找她的爱人吗 当然不会 很明显的 耶稣相信 当人真的得到启示 知道神不会再定他们的罪时 他们便有能力脱离犯罪的循环 他们能得到能力 去 从此不再犯罪了 你今天要信靠的是什么 是耶稣 那能吞噬罪的恩典 还是人的恐惧 害怕基督徒会用恩典当作犯罪的执照 定罪使失败的循环永存 定罪使失败的循环永存 让我告诉你 只要活在定罪中 你就注定会不断重复所犯的罪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定罪之下 你会充满罪疚感与定罪 你会相信自己与神的关系是破碎的 既然你认为神离你很远 你就会不断地重复犯罪 你可能会做一些好事 想让自己觉得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 但是当你再次失败 又再次被定罪 失败的循环便持续 耶稣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付罪 当你犯罪时 他对你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当你从耶稣那儿 领受了不定罪的礼物之后 你能确信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破碎 因为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地在洁净你 若你相信自己因着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公义 并且单单地领受不定罪的礼物 会让你有力量不再犯罪 不要远离恩典 不是 我认识某人说他在恩典之下 但很明显的他是活在罪中 人可能在恩典之下 却仍然活在罪中吗 亲爱的朋友 不要只因为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 就远离恩典的福音 直接和那个人对峙 如果他说我在恩典之下 却仍然活在罪中 那我会对他说 不 你没有在恩典之下 圣经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 如果你还活在罪中 你绝对不在恩典之下 你并没有享受神不定罪的礼物 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白白赐下的恩仇 而这就是 罪仍然可以在你身上掌权的原因 如果你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 就不能说自己在恩典之下 这样的人成了魔鬼的工具 使人充满怀疑 并且害怕恩典的福音 但我们不能因为一小群人滥用恩典 把恩典当作借口 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 就远离耶稣所传的福音 一个真正明白 并且经历过恩典 与不再定罪的人 他不会继续活在罪中 也不会再想去犯罪 让我再说清楚一点 任何活在罪中的人 并不在恩典之下 也没有真正经历到不定罪的礼物 恩典总是能让我们胜过罪 不再犯罪的力量 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渴望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而大部分正常理性的人 都不会故意找借口犯罪 但保罗自己也提到一个挣扎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无的 我倒去做 我写这些 就是为了给那些在律法中挣扎的基督徒 他们像保罗一样呼求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若这也是你想说的 那这就是特别为你写的 能够释放你的就是耶稣 他奇妙的恩典能拯救每个罪人 虽然你充满无助与软弱 而且心灵非常脆弱 耶稣仍用他慈爱的眼神看着你 并说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当你在思想 言语或行为上失败时 再次领受这启示 如今 在基督里的人 就不定罪了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 你的所有失败早已加在他身上 今天 你之所以能够自由地 过着得胜的生活 不是因为你顺服了律法 而是因为你顺服地相信 耶稣的宝血和公义 当你在思想 言语或行为上失败时 再次领受这启示 如今在基督里的人 就不定罪了 保罗说 律法因肉体软弱 所做不到的 神做到了 他拆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样式 为了除掉罪 就在肉体中 把罪判决了 新一本 律法所不能做的 神拆 注意 这里是用过去式 神拆他的儿子来成就 律法无法拯救 我们这些罪人 只会定我们的罪 但神将我们因罪 而产生的罪咎感 惩罚与定罪 全放在加略山 石架上的耶稣身上 拯救了我们 今天 你所拥有的 不再是罪就感 惩罚与定罪 而是透过耶稣基督 所得着的公义 平安与喜乐 这就是神 要你毫不费力 就能活出成功的方法 神已经为你做了一切 你所需要做的 就只是相信与灵受 这就是能胜过捆绑 罪 诚意 负面想法 与失败循环的方法 这是好消息吗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命定为王 第十四章 不再只注意到罪 我刚信主的头几年被教导 敬拜主之前 要先寻查自己内心是否有罪 台上的讲员 要大家低头寻查自己内心的罪 每次这么做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进 一间阴暗肮脏 充满蜘蛛网的储藏室 我想向自己手里 拿着手电筒 在里头四处寻找我的罪 我越是寻找 就越是觉得自己不配敬拜神 越是寻 越是探寻 就越觉得太有罪疚感 甚至不再认为自己可以进入他圣洁的同在 因此 我并没有更多感受到救主的爱 反而越来越只注意到自己 更注意到自己的罪 不洁 罪恶与不配 一开始 我以高举双手准备好来敬拜 赞美神 但是当我越省察自己内心的罪 我的手便会因着沮丧而越来越低 头也因着失望越垂越低 我怎么能敬拜神 我怎么敢进入他的赞美院 以原本的样式来到他面前 当我越来越成熟 并越来越了解关于神的事 我明白敬拜耶稣之前 必须做得对 是人的传统 《独家福音》七章中 带着香膏来见耶稣的女人 就只是跪在耶稣的脚边敬拜她 在用香膏 膏抹耶稣之前 她先用眼泪将她的脚洗净 再用头发擦干 圣经清楚地记载 这女人是个罪人 但却一点也没有提到 她在敬拜耶稣之前 先行查了自己的心 或是认了自己的罪 她以原本的样式来敬拜她 之后耶稣对她说 你的罪赦免了 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 来到耶稣面前 她是你的救主 医治者 供应者与平安 你需要什么 她就是什么 我认为魔鬼 试着要将这个 了不起的真理夺走 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 无论是被债务所扰 被某个特定的罪捆绑 又或是对未来感到恐惧 请来到耶稣面前 她是你的救主 医治者 供应者与平安 你的饶恕 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你需要什么 她就是什么 不管你现在面临的 缺乏是什么 她就是你的解答 以你原本的样式来到她面前敬拜她 她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与你见面 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罪 因为你敬拜的是赦免你的神 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疾病 因为你敬拜的是医治你的神 若基督徒真了解这个真理 任何惊涛骇浪都无法阻止他们来敬拜神 你有认识哪个人会在洗澡前先把身体弄干净的吗 听起来很荒谬 不是吗 但是那些躲着不愿来到耶稣面前的人 他们却认为自己应该先把事情处理好才行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做 就像洗澡前先把身子擦干净吗 各位 耶稣就是能使我们得洁净之欲 他才是解答 他才能帮我们 把靠自己永远弄不好的事情处理好 今天 徐先洁净自己 这个谎言在教会里非常流行 导致许多基督徒会说 牧师 我要等到一切走上正轨 才能来到耶稣面前 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限制 那很令人难过的事实是 你永远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靠自己把生活弄好 让神来洗净你 带着你原本的罪来到他面前 耶稣会洗净你所有的罪就改于定罪 这世界需要听到这个真理 而不是一堆做与不可做的规条 只要传讲真理 世人就会涌入教会寻找答案 他们寻找真理 这就是我们能提供的 但真理不在两块石板上 你无法和刻在冰冷 坚硬石板上的律法建立关系 但绝对可以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它是温暖的 充满爱与恩典 哪里传讲了真实的耶稣福音 人们就聚集在那里 这福音就是神命令保罗传讲的福音 是满有恩典 赦免与不再定罪的福音 神的恩典会教导你拒绝不敬虔 你知道什么能让基督的肢体产生品格 敬虔与圣灵的果子吗 不是某些传讲律法的牧师所说的 而纯粹是神恩典的福音 才能带出这些好果子 圣经说得很清楚 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